最近去过尼亚加拉瀑布区的蝴蝶款 里面最吸引人的就是有不同品种的蝴蝶四处飞舞 当蝴蝶飞过来,瀑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更加令人着弱了 很多人都会将目光注视在多彩多姿的蝴蝶身上 但就比较少人留意蝴蝶馆所展示的蝴蝶蛹 我们都知道蝴蝶的前身是一条条的蝴蟲 一点都不得人喜欢 不过蝴蟲长大之后就会吐司围绕着自己的身体 成为一个蝴蝶蛹 在虫类之中会吐司的还有蜘蛛 蝴蝶吐司结网,网着其他的昆虫 是他的觅食工具 所以有一个故事就说到 有一次蝴蝶和蝴蟲相遇 蝴蝶就嘲笑蝴蟲说 我吐司可以四围走动 不止自由自在,还会有大餐吃 但是你呢? 你吐司就是绑着自己,动都不动得 你真是笨了 蝴蟲对蝴蝶说 你吐司只限于眼前利益 我吐司就是为了我将来下半生的生命和盼望 我追求的是新生的样式 我需要的是重生 到我成为蝴蝶的时候 你就会羡慕我得着释放 可以四处非常地自由了 蝴蝶和蜘蛛的故事 令我想起一节金句 金句话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蝴蝶以蝴蝶作简字绑为稀奇 以为这样就是笨 殊不知蝴蝶有更宏远的目光 它需要的是更新的生命 事实是 我们都应该着眼于一个完全蜕变的生命 一个更超脱更有意义的生命 蝴蝶只是懂得吐司去绑着别人 结果一生都活在自己的蝴蝶网里面 成为网中的囚徒 反而无从吐司为自己结成一个 有重生盼望的蝴蝶涌 最终得以破涌重生 成为色彩缤纷 自由飞长的蝴蝶 金句话 你们必须重生 你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是否都可以想一下 借着蝴蝶的重生 以圣州美丽一生 没有 碰面 所有的表现 禁销